亚洲世纪是亚洲在21世纪政治和文化主导地位的预测 假设某些人口和经济趋势持续存在 亚洲世纪的概念类似于将19世纪描述为英帝国世纪 将20世纪描述为美国世纪 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亚洲人有30亿占亚洲估计总人口5.6%的56.6% 亚洲世纪与英国和美国世纪的差异如下 1.亚洲世纪是亚洲在21世纪政治和文化主导地位的预测 假设某些人口和经济趋势持续存在 亚洲世纪的概念类似于将19世纪描述为英帝国世纪 将20世纪描述为美国世纪 31亚洲人能够享受与当今欧洲相似的生活水平的意义在于 它代表着该地区经济成长和繁荣的巨大潜力 如果这31亚洲人能够享受到与当今欧洲相似的生活水平 那就意味住他们将获得更好的教育 医疗保健和生活水平 这将对该地区的整体经济成长产生积极影响 因为这31亚洲人将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 有几个潜在的挑战可能会阻碍亚洲世纪的创建 包括 1.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中国和印度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崛起 导致该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这些紧张局势可能会破坏区域稳定与合作 从而阻碍亚洲世纪的创建 2.经济放缓 亚洲世纪的前提是该地区经济持续成长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裂痕如何标志住 他们引领亚洲世纪的希望的终结 亚洲世纪是亚洲在21世纪政治和文化主导地位的预测 假设某些人口和经济趋势持续存在 亚洲世纪的概念类似于将19世纪描述为英帝国世纪 将20世纪描述为美国世纪 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亚洲人有30亿 占亚洲估计总人口5.6%的56.6%